这次给小伙伴们分享的就是我们9月初在美国迈阿密潜水抓龙虾的体验了 我们这两年学会潜水之后非常喜欢潜水 来到迈阿密听说能潜水抓龙虾 我这个吃货当然不会错过了 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 波士顿的龙虾是有钳子的 我们抓的美国花龙是没有钳子的 另外迈阿密抓龙虾可以带工具 我知道的南加州抓龙虾的话是不能带工具的 只能带手套徒手抓 为了能抓到龙虾 我们提前买好了工具 还和朋友一起包了一艘小船在Kelago出发 我们是跟Florida Key Stive Center订的Private Charter 大概900一艘船 全程体验非常舒适 如果你也来迈阿密的话千万不要错过 Kelago就是迈阿密下面那长长的岛群 这边有很多非常好的潜水点和各式各样的珊瑚礁 我们的脸潜在路上就给我们讲解了抓龙虾的技巧 出了外海之后小船就飞溃地往前跑 就在这浩瀚的大海上航行 突然懂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当征服大海的男人了 我们大概开了40多分钟后到了一个叫Bacon的潜水点 装备以齐全准备开整 我们一下水就看到一条很大很大的护士沙 真的非常幸运 感觉会是美好的一天呢 其实领潜一开始就给我们设置好了期望值 他说记住我们这次石出外捕猎 那就意味着无论多好的猎人都可能空手而归 无论多菜的猎手都有机会抓到龙虾 我们一行人散开做地毯式搜索 认真的在看每一个岩缝 很快就被我们找到的一只大龙虾 这个龙虾的岩缝有几个出口都被我们团团包围住了 这种美国花龙不像是波士顿龙虾是没有钳子的 你可能会问那为什么不下手抓呢 那是因为它们头部有两个很尖的脚是可以刺破手套的 在我们的提心席立下终于抓住了 抓到龙虾之后通常要量一下它的尺寸 够大的话才可以戴上岸 我们抓到的第一只尺寸稍小 领前就把它放生了 后来叶哥也成功抓到了一只龙虾 等我发现叶哥的时候 它已经在跟龙虾对峙了 没来得及拍下全过程 我们这次四个人最后抓了两只大龙虾上来 已经超过我们的预期了 抓完龙虾后 船长就把我们一个一个捞上了船 那当然对于我这个吃货来说 这龙虾终点当然是粤菜馆啦 加工费大概只需要10美元的葱姜龙虾 真的非常新鲜非常好吃 感觉这次龙虾大作战非常成功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收藏和关注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